公园管理知识条例修正的重点 最主要放在第七条的部分 授权警方在公园违规停车等相关违规使用的时候 可以做机查的一个权利 那相关的程序就是警察将这个机查的行为 登载之后直接交由我们产发处去自担开罚 依据公园管理知识条例第十二条的部分 从五百元到五千元之间采除 这次是公园管理知识条例最主要的一个修正的部分 通过之后我们预计会是在三月的临时会的时候 能够送议会来排大会来做审议 那审议通过之后就会择日来做发布的事宜 那是一条路上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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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条路上